阿Q正传,第三章,俗优性纪略,然而阿Q虽然常优性,却值待蒙赵太爷打他嘴巴之后,这才出了名。 他附过地堡二百民走前,粉粉的躺下了,后来想,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,儿子打老子。 于是忽而想到赵太爷的威风,而现在是他的儿子了,便自己也漸漸的得意起来,爬起身,唱着小姑商上坟到酒店去。 这时候,他又觉得赵太爷高人一等了,说也奇怪,从此之后,果然大家也仿佛格外尊敬他。 这在阿Q,或者以为因为他是赵太爷的父亲,而其实也不然。 未装通例,躺如阿七打阿八,或者李四打张三,向来本不算口碑。 一想口碑,则打的的有名,被打的也就托被有了名。 至于错在阿Q,那自然是不必说,所以这可,就因为赵太爷是不会错的。 但他既然错,为什么大家又仿佛格外尊敬他呢? 这可难解,穿着起来说,或者因为阿Q说是赵太爷的本家, 虽然挨了打,大家也还怕有些真,总不如尊敬一些稳当。 否则,也如孔妙女的太老一般,虽然与朱阳一样,同是畜生, 但的经性人下注,仙余门便不敢妄动了。 阿Q此后倒得意了许多年,有一年的春天,他醉纷纷的在街上走, 在长庚的日光下,看见黄湖在哪里赤着薄足塞子, 他忽然觉得身上也养起来了。 这黄湖,又拉又湖,别人都叫他黄拉湖, 阿Q却生去了一个拉字,然而非常藐视他。 阿Q的意识,以为赖事不足为奇的, 只有这一步落筛胡子,实在太新奇, 令人看不上眼。 他于是并排坐下去了, 倘是别的闲人们,阿Q本不敢大意坐下去。 但这黄湖旁边,他有什么盼呢? 老实说,他肯坐下去,简直还是抬举他? 阿Q也脱下破甲奥来,翻检了一回, 不知道因为身洗尼,还是因为操心, 许多功夫,只捉到三四个。 他看那黄湖,却是一个又一个, 两个又三个,只放在嘴里哔哔哔哔哔哔。 阿Q最初是失望,后来却不平了, 看不上眼的黄湖上且那么多, 自己倒反这样小, 这是怎样的大失体统的是可。 他狠想尋一两个大的, 然而竟没有, 好容易才捉到一个中的, 恨恨的失在口嘴唇里, 狠命一咬, 劈的一声, 又不及黄湖的响。 他赖仓巴快快通红了, 将衣服摔在地上, 吐一口唾沫, 说者无从。 赖啤狗, 你骂水, 黄湖轻灭的台起眼来说, 阿Q近来虽然比较的受人尊敬, 自己也更高傲, 但和那些打惯的闲人们见面还胆怯, 独有者回却非常无用了。 这样满脸狐子的东西, 也敢出言无状吗? 谁应便骂谁? 他站起来, 两手叉在腰间说, 你的骨头养了吗? 黄湖也站起来, 披上衣服说, 阿Q以为他要逃了, 抢进去就是一拳。 这拳头还未达到身上, 已经被他抓住了, 只一拉, 阿Q瘡瘡瘡瘡瘡的跌进去, 立刻又被黄湖扭住了鞭子, 要拉到墙上照例去碰头。 君子动口不动手, 阿Q歪着头说, 黄湖似乎不是君子, 并不理会, 一连给他碰了五下, 又用力的一推, 至于阿Q跌出六尺多远, 这才满足的去了。 在阿Q的记忆上, 这大约要算是生平第一见的屈辱, 因为黄湖已落腮湖子的缺点, 向来只被他席落, 从没有席落他, 更不必说动手了。 而他现在竟动手, 狠意爱, 难道真如史上所说, 皇帝已经停了考, 不要受彩和举人了, 因此召加减了威风, 因此他们也变小脆了他妈, 阿Q无可适从的站着, 远远的走来了一个人, 他的对头又到了。 这也是阿Q最厌惑的一个人, 就是淺太爷的大姨子。 他先前跑上城里去晋阳学堂, 不知怎么又跑到东阳去了, 半年之后他回到家里来, 腿也直了, 鞭子也不见了, 他的母亲大哭了十几场, 他的老婆跳了三回井。 后来, 他的母亲到处说, 这边只是被坏人冠聚了走展去了, 本来可以做大官, 现在只好等留长再说了。 然而阿Q不肯信, 偏称他假扬鬼子, 也叫作女通外国的人, 一见他, 一定在肚子里暗暗的就骂。 阿Q尤其心恶而痛绝之的, 是他的一条假鞭子。 鞭子而至于假, 就是没有了做人的资格, 他的老婆不跳第四回井, 也不是好女人。 这假扬鬼子近来了, 托儿, 牢, 阿Q力来本子在肚子里骂, 没有出过声, 这会因为正气愤, 因为要报仇, 便不由的轻轻的说出来了。 不料这托儿却拿着一只皇七的君子, 就是阿Q所谓哭桑棒, 大塔步走了过来。 阿Q在这杀那, 便知道大约要打了, 赶紧抽紧筋骨, 耸了肩膀等候着, 果然, 客的一声, 似乎确作打在自己头上了。 我说他, 阿Q只着近旁的一个孩子, 分辨说, 客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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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阿Q的记忆上, 这大约要算是生平第二件的屈辱, 行而啪啪的响了之后, 于他倒似乎完结了一件事, 反而觉得轻松些, 而且忙却这一见祖传的宝贝也发生了效力, 他慢慢的走, 将到酒店门口, 早已有些高兴了。 但对面走来了静收音女的小尼姑, 阿Q便在平时, 看见依也一定要他骂, 而放在屈辱之后呢? 他于是发生了回忆, 又发生了的概料, 我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样晦气, 原来就因为见了你。 他想, 他迎上去, 大声的吐一口唾沫, 咳, 呸, 小尼姑全不彩, 低了头指示走, 阿Q走近衣身旁, 突然伸出手去摸着衣身体的头皮, 呆笑着, 说, 突然, 快回去, 和想等着你, 你怎么动手动脚, 尼姑满脸通红的雪, 一面赶快走, 酒店里的人大笑了, 阿Q看见自己的分业得了赏息, 便于家庆高采烈起来, 和想动得, 我动不得, 他扭住衣的面颗, 酒店里的人大笑了, 阿Q更得意, 而且为了满足那些想监加喜见, 再用力的一拧, 才放手, 他这一战, 早忙却了黄湖, 也忙却了假洋鬼子, 似乎对于今天的一切晦气都报了仇, 而且奇怪, 又仿佛全身被啪啪的响了之后轻松, 飘飘然的似乎要飞去了, 这段子绝酸的阿Q, 远远地听得小尼姑的大哭的声音, 哈哈哈哈, 阿Q十分得意的笑, 哈哈哈哈, 酒店里的人也九分得意的笑, 酒店里的人也九分得意的笑, 酒店里的人也九分得意的笑,